今天要來開箱的是,首先先介紹一下這個盒子 我覺得蠻有趣的,這次是Amazon的BOX 他就有這個Billy Eilish在上面,然後我就覺得蠻特別 所以我還沒有把他丟掉的原因是因為想要跟大家介紹一下說 以往我收到的Amazon的這個盒子啊,就是這個都沒有啦 就是這樣子平凡無奇的BOX,但是這次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他們在推...幫他打宣傳嗎? 可能我在猜,可能是他的歌在Amazon Music上架 所以才會有這樣子的裝飾幫他打宣傳這樣 那今天要介紹的東西呢,就是... 我最近因為...我暑假其實蠻長騎腳踏車啦 然後一直就覺得說有時候偶爾其實會遇到天色比較暗的時候 然後可能還是要有個前燈和後燈比較好 那...所以我就在Amazon上面買了一個 我自己覺得是CP值還蠻高的啊 嘖...大概美金十塊出頭吧,就是前燈加後燈這樣子 所以我自己覺得蠻不錯 那...其實這次想要特別介紹的原因是因為... 我...我以往買的...前燈後燈都是裝電池的 然後這次這個很有趣就是... 我現在都希望就是可以...它可以充電式的這樣子 然後...而且這個充電式... 以往的充電式其實都是買充電電池這樣子 然後來充這樣...那...這次這個...這還不錯就是... 因為它是...就是插USB線就可以...就可以充電 所以我覺得非常...非常方便 那這個是叫做Gearlight S400 Pro的這個系列 嗯... 還沒有辦法跟大家講說這個...這個到底實際上用起來好不好 但是...我那時候會...會決定要下單這個原因 當然第一個是價位我覺得蠻好 然後第二個是...USB充電方式 然後第三個是它的...它影片其實做的蠻好 就是我可以知道說大概功能是什麼 因為它不是...不是那種模擬的 就是實際的 實際就是它那個...那個...腳踏車的東西裝上去之後 然後...然後感覺有一些實測的畫面這樣子 然後...我感覺前燈是...可能可以照的蠻遠的 大概...沒有100公尺可能也有50公尺那種距離這樣 然後...後燈...後燈也算是蠻亮的 然後...後燈其實也蠻重要的就是... 能不能讓它後面的來車看到你 就是...其實也是蠻重要的 因為你在...畢竟你在騎的時候 你一直看得到你前方 好的...那今天這個... 嗯...來...嗯... 它有一個...我拿個美工道 所以它這個是...它就是...嗯... 這個PAC裡面就是有這個...前燈和後燈兩個啦 那就是它就...就是都裝在同一個PAC裡面 然後...嗯... 它的盒子其實也做的蠻精美 就是...蠻漂亮的 其實我是一個... 蠻重視這個包裝外觀的人 那...雖然說我還是... 比較注重使用性 但是...我覺得有這樣子好的包裝的話 就是...算是一個加分這樣子 然後...OK...然後... 開來之後它裡面有一個... OK...它說... 如果你不滿意的話 就是可以...就是... 不需要... 不需要這個...嗯... 送回去 然後它...它就是會幫你做一個更換這樣子 那...至於這個...保固到底有多久 或者是說... 壞了之後...的...後續的維修是怎麼樣的話 喔...OK...它這裡有寫...它說... 它是一年的保固啦 然後...至於它的售後服怎麼樣 我們就之後看看喔 那...因為它的... 它的價錢其實也沒有很貴啊 所以可能如果... 真的不幸壞掉的話 可能就再買一組這樣 然後...這其實蠻可愛的 就是...它是...它是這樣子 就是它的Pack裡面是... 是...一個是... 是前燈然後這個後燈這樣 然後再...再附一個就是... USB的充電線...欸...附兩條耶 它附兩條USB充電線給你 雖然...我USB充電線...就是... 我不知道現在畫面照不照得到齁 這邊...這邊有一堆這樣子 就是...都是...都是這個... USB轉MicroUSB的線 它這個是用... 嗯...就是... Micro...MicroUSB和USB的這種... 嗯...的充電線就可以充了 所以...其實算蠻常見啦 如果你是用Android的... 嗯...Device的話 你應該...可能會有這些東西 這樣子...那Apple的用戶的話 那沒關係它也...附了兩條給你 還不怕你一條壞掉還有第二條 而且你還可以兩個一起充 就是不用充完前燈再充後燈 可以前後燈一起充 好...然後... 嗯...所以它前燈是...長這樣子 還蠻可愛的喔...就是... 然後而且這個... 它這個是用鎖上去的 所以有點像是錶帶型的 然後...嗯... 假設我的手指是那個... 那個...桿...桿子的話 然後它就這樣子扣起來就可以了 那... 緊度...我就不確定了 就是...但是目前看起來是... 其實沒有很容易可以扯開 所以...所以應該裝在上面的時候 應該是OK的 然後...嗯... 這也是...設計也是蠻可愛的 小小一個 然後...喔... 感覺是蠻亮的 OK...它有好幾個模式 它也可以這樣子 然後...嗯... 這樣子就是... 常駐模式 然後裡面還有閃一個燈這樣 這個燈可能... 視線看不到 就是... 我這邊可能才看得到 所以大概有五個模式吧 嗯...就是... 發散的 然後...集中的光 然後...閃的光 然後... 然後再來是... 直的光之後 有加一個閃的這樣子 然後... 還有一個我有點忘記了 總之就是... 嗯...大概有五種... 閃燈模式這樣 前燈的部分 那... 後燈的部分呢 後燈也是...也是這種... 就是... 錶帶型... 這個... 嗯... 算是什麼... 嗯... 扣掛... 扣掛型這樣子 因為... 畢竟就是... 後燈的話就是... 裝在你影座下面嘛 然後...所以... 好... 那我們就來測試一下 OK... 所以... 第一個模式是... 第一個模式是... 就是... 完全靜止... 然後再來就是... 它會... 跑... 燈會跑來跑去這樣子 然後... 第三個... 第三個就是... 一直閃... 一直閃這樣子 然後... 第四個就是... 跑更快一點這樣子 然後... 所以... 四個模式... OK... 我個人是覺得... 蠻亮的啦... 但是實際上可能... 嗯... 實測還是要等... 找個天黑的時間來測一下這樣子 那... 就是... 既然有了... 這個之後就不太怕天黑的問題 然後... 其實這個也可以... 就是... 可以拔起來... 所以... 如果你這樣扣著的話... 然後... 你有需要拔起來的話... 就可以... 它就是... 其實就是... 扣... 就是... 這樣... 嗯... 這個算什麼... 滑入... 就是... 滑入就可以扣... 扣起來的這個... 設計這樣子... 對... 好... 那...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這個... 嗯... 腳踏車的... 前燈後燈的這個... 一個... 介紹這樣... 那... 希望大家騎腳踏車的時候... 我想現在疫情下... 大概會越來越多人... 可能... 學我... 這樣的方式... 就是... 騎腳踏車... 因為畢竟... 是一個蠻好的... 就是... 遠離人群... 然後... 避免群聚的方式... 那... 我自己覺得... 在過去的一年當中的... 去年我是... 疫情... 後開始比較有... 平凡騎腳踏車... 我也覺得就是... 就是... 身心上的健康... 也是有蠻好的... 一部分的就是... 改善... 然後或者說... 得到一個... 紓壓這樣子... 那... 也讓我覺得... 這個... 騎腳踏車其實... 很多時候就是會讓你... 更了解一個城市啦... 然後或者是說... 因為畢竟... 你走路能夠到達的距離... 還是有限的... 所以... 你就騎腳踏車的話... 可以到達的地方是更多的... 那... 可能就讓你在疫情下... 可以... 探索一下... 旁邊的城市... 或者是城市... 當中一些... 不常去的地方... 那... 如果你有晚上的話... 當然今天還是... 我是覺得還是白天騎比較好... 但是如果你遇到... 晚上的時候... 這個也可以保護你安全這樣子... 對... 那... 希望大家就是... 這個... 騎車小心這個... 然後... 大家保重... 掰掰...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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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